大家说起沙漠玫瑰很多花药都养药 不过有花药说它家里养的沙漠玫瑰 已经养了好几年了都没有冒出一个花苞的迹象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还有给它做了一个浇生换养 所以它就直接没有冒出花苞花朵 下面就给大家说到这几点 一定要做到这样它才会呼呼的冒花苞开花朵 首先挑选一些比较适合的这些盘图 栽种沙漠玫瑰的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排水性也要好的 最好是在盘中添加这些粗沙还有这些稻壳 我们平时应该也认识这些稻壳 还有珍珠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颗粒 颗粒是最好是比较细的那种颗粒 然后就是以2比3比5可以混泡经营栽种是比较好的 或者用泥炭土出火沙珍珠园 以4比4比2的比例混合栽种是比较好的 想要养好沙漠玫瑰的配土很重要 如果担心它保肥性不够好的话 咱们可以在里面添加细量的椰康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里面添加细量的奥粒肥AR也是可以的 然后混合液体给它栽种就可以了 这样它浮盘也是比较快的生长也是比较快的 大家看一下我中间上次的颗 我就是这样给它简单的配了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磁粒给它栽种的 然后一定要经常性的给它接触阳光 如果一旦揭发阳光了 这些接收比较少光照的话 它很容易出现一个伪念的情况 特别是进入冬天来 一定要给它中足的光照是比较好的 不用给它切小光照了 另外补肥了 如果想要它促进花苞快速抽出 咱们可以用到花多多二号 还有零酸二斤甲给它浇灌也是可以的 一般都是使用零酸二斤甲给它对水浇灌是比较合适的 咱们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浇灌也是可以的 一般像这种小口径花板 咱们可以按照三百毫升的精水 对上大概一克的就是这种零酸二斤甲 给它摇晃金银 直接给它每十到十五天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就起到很好的触根触花苞的效果了 最好是在晴天的时间段给它吸用 是比较的好比较的方便的 就是这种零酸二斤甲给它浇灌 或者是整个集中喷洒精灵也是可以的 这样就起到很好的触花效果了 所以养护沙漠玫瑰千万不要灌着它 一旦灌着它的话它很难长触花苞的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